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 我在学校搞了门 问问说跋山涉水 翻山越岭 跨过了沈和和平大东桑的区 最后来到了沈美新期 带着生日礼物 给我送来了生日的祝福 也没有她说那么夸张啊 幸运 但是确实是我第一次给女孩买东西 也不知道你穿着合不合适 合适 特别合适 这大小胖瘦长的都刚刚好 别说了 行了 我认输了 甜伯伯 我 我祝你们俩个幸福 我也祝你们俩幸福 不要哭 我得我心事不等歇 你别哭 什么样 你们俩是不是误会了 他误会啥呀 是不明白 人的吧 你俩是网友 老婆一开始不想写信 后来不还家里钥匙 他接下来结果 就这样扫着贵子 小鸣姐不是很想那样的 其实他根本才是 哎呀根本哥 你就让我说了吧 还记得 那是一个夏天 这小朋友还能问一问 我刚刚说到学习 我刚刚说了 我送你 交给这个 我 explanation 这就算带来 我刚刚说了 个方面 还是要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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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这辈儿咋排 哥 我不是激动了吗 祝哥永远幸福 你看 都祝咱俩幸福了 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 表示表示啊 可以啊 你把眼睛闭上 我们祝他生日快乐 好 哦 这 啊